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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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向这个世界伸出过手 跟这个世界说 拉我一把吧 可结果呢 世界给我们的全是巴掌 久而久之 但是 我们都习惯了 哪怕真的是有人想帮我们 我们也害怕了 退缩了 打劫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想帮我们的人呢 这个时候想帮我们的人呢 就会觉得我们很不识趣 伸出来的手也就收过去了 就会说 这时候想帮我们的事 我们就会说一下我们的事 我们也有点多了 我们也要不想帮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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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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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票订好了 订好了 明天和邱嘉宁同意搬飞机回去 他原谅你了 他别无选择 这就对了 小山 扎叔 回国前 我想再和阿嬷通过电话 可以吗 我吩咐一下阿四 阿嬷 小山 小山 阿嬷 你一个人在家 记得少抽点盐 好 小山 你什么时候回家 阿嬷想你 小山 阿嬷 这次任务我结束了 回去看看你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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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什么来见你了 现在登机起来 阿嬷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回国 不是吧 你们俩和好了 没有啊 难怪你那么奇怪 你们都是因为这家伙 他只是回去工作而已 走吧 迪迪 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回去吧 回去吧 说吧 我问你 佳心在你心里 到底是什么 你问这个什么意思 我问你 因为佳心他自己不敢问 那你问 你到底把他当什么 学生 徒弟 妹妹 你知不知道他把你当什么 他能把我当什么呀 师父呗 不然呢 能不能他喜欢我 对 佳心他就是喜欢你 不可能 本来以前佳心想告诉你的 但是那天 你正忙着给邱家庭过生日 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他 我跟他一样 佳心是我在那边最好的朋友 我们虽然分开了 但是我得不到的幸福 我希望他能得到 她是个特别勇敢的女孩 结果一碰见你 什么勇气都没了 师父 佳心 干嘛呀这么着急 师父 我 你问我什么 我不 快 师父 师傅 你哪一位 我都是你啊 不是吧 你姐的事你都忘了 不是吧 你姐的事你都忘了 你买只蛋糕 是给我姐过生日啊 对啊 所以不是让她 我还不能献个殷勤呢 师父 你说吧 什么事 师父 我 我 你干嘛呀这支舞的 平时可不这样啊 我 你什么 你什么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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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说这么着急找我 说什么事 就快就忘了你傻呀 我真问了 我就是傻型老板 你问我干嘛呀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对她 好好珍惜她 看清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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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最莫名其妙的交错 金斌 莫玲 我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不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冲动 说什么呢 哥 你不是任务完成就回来了吗 你有事瞒我 没有 照顾好自己 师父 找我 我帮你 后面 拿姐姐 你 你 我先回去了 姐 我可想你了 她为什么跟你一起回来 你们两个不会 她就是回来工作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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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干嘛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干嘛 别动手 动手 你干嘛呀 师傅 你还嫌弃起我来了 你不是没把我当过女的吗 我也没把你当过男的 我碰一下怎么了 像你那个我先回去了 走了一周了 医院好多事还没做呢 好啊 我们也要正式进入到临床阶段了 免不了多麻烦你 没事 没事 那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师傅 你 我 喂 姐 那怎么突然这么正经啊 怎么回事啊 可能医院里面有重要的事情 要处理的 走了 好 姐 我帮你拿 姐 你快说啊 我过这晚上当时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很多遍了啊 福贵 刚才师傅走得那么坚决 为什么又突然会回来 怎么可能只是为了朋友工作 肯定是问的你啊 是有些事情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跟你无关 也跟我无关 总之呢 她想回来工作 我正好确认手 所以就一起回来了 就这样 没有别的 最后一次说了 别再问了 我才不信 口是心非 爱信不信 给我倒杯咖啡 你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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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扎叔 到了 到了 我告诉你啊 上架催得很紧 扎叔 不会再有什么配方了 什么意思啊你 我的意思很明确 不会再有什么配方了 你也拿不到配方 永远拿不到 我不干了扎叔 周小山 你是不是又犯糊涂了 你阿妈可还在 阿妈早就死了 对不对 你胡说什么呀 手术很顺利 根本就没有什么肿瘤 没有什么手术 阿妈早在你之前就死了 阿妈 小山 小山 阿妈 你一个人在家 记得少抽点盐 好 阿妈早就接眼了 我说了那么奇怪的一句话 阿妈没有反驳 扎叔 你怎么解释 我说小山哪 你这次啊 你这次是自作聪明啊 你阿妈她年纪大了 眼花耳聋 或许她没听清楚你说什么嘛 是吗 小山哪 你只凭一个电话 就确认你阿妈不在世上了吗 你别忘了 你赌的可是你阿妈的命 凭一个电话我当然不能确认 我希望扎叔放了我 我能够好好陪着我阿妈 过休假的日子 这就是我唯一的情愿 人生真是精彩啊 公平 公平极啊 你阿妈早死了 没想完死的孩子 你一直以完成任务为由 禁止我和阿妈联系 仅有的几次通话 阿妈却反反复复地重复着相同的话 我本来以为是阿妈当时太激动了 现在行啊行啊 扎叔 你骗我骗得好辛苦 小山 不是我骗你 是阮文昭骗你 你别忘了 他恨你 是吗 那好 你敢不敢现在让我和阿妈打个电话 别说话呀 别说话呀 好了 小湛 你记住一句话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陈诈叔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 陈诈叔 我不能再帮你了 我曾经欠你的 现在都已经无数环境了 我只求你能放过一条生路 从现在开始 我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做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活在阳光下 成家立业 娶妻生子 战叔 从现在开始 我们各走各地 再无瓜葛 小山就此别过 小山 周游 天哪 赵山的过去这么复杂呀 姐 那你打算原谅他吗 我又不恨他 原谅什么 那你的意思 你们俩会复合了 不恨不代表要爱 可是明明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呀 他现在也知道自己对你的感觉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我想通了 以前呢 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 除了工作之外的任何一件小事上面 可是我遇见了周小山 我改变了一些 经历这么多时间 现在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要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不想再用改情影响我的工作了 姐 那你觉得我师父有没有可能跟你 不可能 我跟他呢 是一类人 太理智了 那不挺好的吗 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呢 其实并不合适的 你想啊 两个话少的人在一起 一定会被闷死 而两个话多的人在一起呢 又肯定会吵架 姐 你都哪儿来的 这么多奇怪的理论呢 你这样你会嫁不出去的 你知道吧 说得好像你嫁出去了是哪 你这有点过分了啊 好了 我知道 你是关心我 那我答应你 等忙完了这段时间呢 我就找个好男人谈个恋爱 把自己嫁出去 不过 这段时间 先专注工作 这段时间肯定那么长 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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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civic bracket 你说 doe好事还真回来啊 有本事走就别回来啊 你从她这次回来 是不是后悔跟佳宁分手呢 得了吧 我们当时那么撮合她俩 人领情吗 再说了 你现在反悔 晚了点吧 那如果是佳宁姐 自己回心转移 不可能 合着她们男人想分就分 想好就好 光自由市场呢 女人不要自尊的 笑什么 你和孙老师是 这个 孟老师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周小生和佳宁姐的问题 来 张宇 周小生那边去靠你 我知道你一叫我就没什么好事 那个 以后你们八卦 能不能不带我呀 行啊 我给你打 这佳宁不太严呀 早 早 小生 早 早 小生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小生 欢迎回来 家宁 佳宁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是我在机场买的一些伴手礼 给大家分一下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不用谢 下午通知一言发布我同事一起开会 好 这样吧 通知一下 谢谢佳宁 快快快快 好好好 这个好事 老星 回来了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呢 在国外那几天有没有想过啊 小门美 看你这口气 这次国外没有拿下女神 我看嘉年已经过去了 我这次出国真的是为了工作 你有嘴硬吗 你要真没什么想法 回来能这么丧 说出来你真不行 那你倒是先说呀 我出国前 嘉欣不是让我给他朋友带个东西吗 嗯 刚才我在国外碰到他朋友了 他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 他说 嘉欣其实一直都对我有感觉 你感谢 你吓死什么事 有那么好笑吗 这事 这事太突然了 不不不 这 这事确实是有点突然 那 那你 我为什么 就一直都没看出来 嘉欣他对我有感觉呢 不不不 真是当局惹迷 那你这个旁观者为什么也没看清 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我 我 我没看出来 这 不过这小丫头片子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这都什么事啊 这都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是百花丛容过片叶不沾身吗 不行 这题 这题超高的 我才告诉你有超高的 嘉欣刘彦选择了去前副主任 什么 真的假的 你是他师父他没选你选择了去老贤那 不对啊 你 你刚刚不是说他对你有意思吗 我怎么知道他这么小的 老贤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老贤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就嘉欣那性格在他手底下工作 还有好日子过吗 你不赶紧去问问什么情况吗 你不赶紧去问问什么情况吗 行行行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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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刚告诉你这件事 你能不能借我百花业 明白 我的 上午的特要报告结束之后 我接到了两家国外媒体 还有六七家国内媒体的 采访要约 主要介绍了我们要务的 研发状况 还有未来的应用前景 截止到我回来之前 你源计划的报导 已经覆盖到了国内外的 多家媒体 并且在全世界 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这次科学大会的报告 黄总还是关心 什么时候能给到总公司啊 就这两天吧 那我没在的这段时间 实验室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工厂这边 孙老师和我一起对工人们 进行了药物生产原理的 简单普及 以及新仪器的培训讲解 现在有部分年轻的新工人 已经可以操作的 和老工人一样熟练了 再就是我们最近 试生产的四批药物 也请专业的治检进行了检查 全部合格 药物质量的差异在百分之一之内 我会继续盯着 尽快地将差异率缩小到 百分之零点零一 好 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们的同事周晓珊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注 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团队中 我希望过去的事情 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合作 没问题吧 没有 散会吧 舍不得嘉宁又回来了 是啊 因为我没想到你这么直接 是 就这么直接 发生了些事情 想通了些事情 不想再逃避了 人生苦短 有些事情再不做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小展 外头这帮姑娘可不好对付啊 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 自己签的债总要自己换的 好 我债你去吧 谢谢 请进 有事吗 我待会儿去看王老 你要一起去吗 好啊 小闪回来啦 小闪回来啦 那你们打算怎么样啊 您别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你知道吗 在王老妹生病之前 有一天哪 她回来特别的高兴 跟我说起你和小闪的事 可是后来你们两个人啊 又突然地一下子分了手 那天晚上啊 王老在自己的书房里 坐了大半宿 是我们让王老担心吗 嘉玲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其实我看你们两个人哪 还是有感情的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啊 你就知道了 人生啊很短暂 还是尽量地 少给自己留下些遗憾 我知道了 师娘 谢谢 师傅 你怎么突然大发慈悲 请我吃辣餐呀 无事献殷勤 逼天即到吧 来 来 谢谢师傅 严肃一点 有话要问你 师傅你说吧 徒弟下耳恭听 我待你有一年了吧 那为什么刘苑你不选我 你选那个前主任 师傅你知道了 其实没什么 我就想换个环境 我那环境不好吗 想换什么环境呀 我喜欢心鲜感嘛 别有想法 心鲜感 你了解那个前主任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不是同一路人 不是一路人 才能学到更多东西嘛 但是行 不由我失呀 师傅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继续奴役我呀 没门 我 师傅 你今天怎么牛肉腻腻腻腻了 前主任办公室就在你对门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直接招呼一声 我搜得一下 就能出现在你面前 这样总可以了吧 选前主任 是不是因为我呀 因为你什么呀 师傅 你说呗 行 那我说了啊 你那好朋友莫莉全都告诉我了 这有判断的 嘉欣 对不起我 我 我很抱歉 你抱歉什么 抱歉不能喜欢我 别了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松了口气吧 既然 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我就更不能跟着你了 否则 多少也就会尴尬是吧 其实你 跟不跟着我都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说前主任这个人 为人有问题 我怕你会吃亏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倒要见识见识 不是 嘉欣 你怎么就不能听我一句劝呢 我比你大九岁呢 你听我一句能怎么 怎么了 我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情况 你会对我偶气 我理解 我明白 但是 你应该为你自己的前途考虑吧 师傅 谢谢你为我考虑这么多 我说了 我对你已经翻篇了 以前我就没有怪过你 现在更没有必要跟你欧气 师傅 不管怎么样 你让我自己做一次选择吧 你放心 不管走到哪儿 我都会记得我是你带出来的 不会给你丢脸的 不说这些了 吃一下 你看 咩咩 痫iada 很晚了 先把你自己回去睡回去 先说好啊 别问我和周好山的事 你们之间的破事 我才懒得管你 什么破事 请注意你的措辞 好好好 到底什么事情都说了 就那天在机场 茉莉不是过来了吗 你记得吗 记得啊 我还以为 她是来送周好山的呢 没想到跟你唠叨了万年 你猜她跟我说什么 她说 佳芯喜欢我 是吧 你也不信对吧 我也不信 她没跟我说过 她当然不能跟你说了 我都不想跟你说 我都觉得尴尬 刚才我跟佳芯谈过了 她说 她对我已经过去了 我就觉得她可能对我 也是那种小女儿情都除开吧 我看得出来她是真过去的 主要吧 现在是牵扯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佳芯要留院 她现在选了我们科室的 另外一个医生 但那个医生呢 她脾气很怪 我担心佳芯被欺负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劝劝她 还是跟我 可是她跟你更奇怪 那是是是 我知道 现在我们俩这个情况 我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确实很矫情 但佳芯的性格你也知道呀 她这性格 折来折去的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比如说我 碰到那种老派的医生 那 我担心佳芯她会吃亏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在幸灾乐祸吗 还是在吃醋 没有 其实我觉得 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别别别 我是认真的请求你 好吗 我知道了 明白你的意思 我回去去她 我去找她 开玩了 你回去吧 晚安 旗家宁 我愿意等 一个月 一年 一辈子 我都愿意等 扎先生有个紧急的电话 马上就来 稍等 扎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晓珊的事情我答应你 订阅啊 不是我逼你 周晓珊是我的意思 你的无心之言 是我失去了左膀右臂 作为女性 半子 这是你应该替我做的 你够了 你从来没有拿我当过半子 至于周晓珊 他不过是你的一条狗 就算是狗养久了也会有感情 更个光 他是我的一条看门狗 废话少说 作为条件告诉我香兰在哪里 你将来有没有死你我心之毒 而我找到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你还可以拿香兰作为要挟我的仇丸 而我一旦找到他的下坡 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文哲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替我找回周小山 香兰 我必定临到你的面前 成江 小山 今天早上怎么突然良心发现 替我准备早饭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怎么了 一大早这么严肃 刘苑 为什么不跟秦斌 他又去找你了 他可真烦 你们都好烦 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不跟着他 他是我谁啊 我欠他还是怎么着 这辈子就非要跟你绑面 他不是你喜欢的人吗 他这都跟你说了 可真八卦 这点破事现在弄的路人解释 都过去了 真的都过去了 既然你当初喜欢他 那为什么还帮他来追我 我过蠢行了吧 嘉欣 好了好了 姐 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长久以来 我对师傅 一直是对长辈的爱戴和尊重 可自从被你抛弃开始 我突然觉得 觉得他特别成熟有魅力 那才意识到 我可能喜欢上他了 那你就赶紧去追他呀 你不是一直敢爱敢恨 敢做敢当吗 谢谢夸奖啊 他又不喜欢我啊 我干嘛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还不如去找新的呢 那你真的能放下 真放下了 这讨厌恨复 好吧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像秦斌被你抛弃了似的 错过了本少女 让我后悔是吧 好 那你既然放下了 就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了 秦斌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你跟着他我很放心 留院的事情 你再考虑一下吧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姐 怎么够了 妈吃的 唠唠叨叨叨的 快吃饭吧 都会做早饭了 欣欣 你那毕业手续办好了吗 差不多了的 妈妈打听过了 你实习的那个老师 叫什么秦斌 据说业务能力也特别强 是你们医院最年轻的主任 您入职的时候妈妈请他吃饭 你就好好地跟着他 妈 我正式入职后不跟他了 跟我们科另一个副主任 为什么呀 是他不要你还是 不是 这一年我跟着秦斌听个收获的 我想换一个老师待待我 去 你这种想法啊 爸爸支持 但人在这个职场上 不光是要靠你自己个人的能力 你跟他这个上司 缘分讲究 跟对了 坐电梯 那 那跟不对 那 就像爬楼梯 爸说得对 前副主任下个月就要升主任了 是吗 那也行啊 那肯定业务能力也挺好的 主任总比付得好 嘉宁 多吃啊 对了 那个嘉欣啊 你星期六有没有时间啊 有啊 程阿姨说那个小野换单位了 到了一个新的俱乐部 就在咱们建城市 这样子你们两个见面就方便多了 妈 不会吧 你真当真 这终身大事我还能当上 儿戏啊 真实的 你这孩子 妈 我姐都还没着落呢 我怎么能敢在她前头呢 这大逆不道 姐 你怼我干吗 我是为你高兴 你们说得对啊 不看看你啊 都快三十了 这些婚姻大事你不上戏 上戏啊 你如果 心里面觉得有合适的话 你别等你姐姐 好 该姐就姐 姐 爸都瘦了 还不加点鱼 爸 你少吃点鱼 多吃点菜 阿姨做这菜特别好 那你周六和人见面的衣服 准备好了没有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迟到 不然我去告诉阿姨 周嘉欣 你给我闭嘴 周嘉欣 是阿姨让我好好关照你的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要不然 我让阿姨直接关心关心你 周嘉宁啊 你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 居然还敢来关我的事情 我怎么了 你要再敢嘲笑我 我就把你和赵小生的事情 告诉老爸 阿姨 阿姨 你敢 那我问你 你现在是我的人 还是我妈的人 别 别 这点微笑 你也知道你了 那我妈要问起来 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划过了花期 换来盛夏凋零 也曾残若星辰 遗憾而易 一擦肩而过 你当了几句耳语 真心的枷锁 人泪远起 岁月过去 孤星零 我却不能抹去 你留下的美丽 你呼啸而过 少不了几段忘影 在人群中穿梭 不永不尽 不太憧憬 不爱你 就让你的故意 在我的青春属命 请你就此别回头 你留给我的失落 都如此温柔 作词仩品 不愿筝 不愿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